520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 是史上首次遺失台北賓館舉行 舞台搭建融合建築地景 在華麗的巴洛克風格上點綴香檳粉色調的布曼 迎賓圓頂時代感相當濃厚 優雅而不張揚的空間設計 來自素由舞台魔術師之稱的 碧映創造創意形象總監馮建章 到底是怎樣的技術呢 就讓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吧 交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凱希 每日商業不只有每週的節目 更有網路社團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的話 歡迎點擊下方的連結加入我們喔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 2020年6月8號 蔡季梅所撰寫 並刊登在未來商務產業焦點的文章 在前幾週 五月天舉辦的免費線上演唱會 突然好想見到你 大家有在線上觀看嗎 其實呢 這次演唱會斥資1500萬 在台北市立體育場打造了四大舞台 阿信整整唱了67分鐘 全球各平台總計寫影約 4200萬人觀看 即時呢 登上YouTube的發燒影片第一名 其中任一門市的舞台驚喜 出自必應創造之首 台灣展演場業中 必應是少數具備整合垂直上下游資源的能力 擅長融合音樂性和娛樂性 2019年他們的簡介自信的寫著 地球上平均每一天就有四場必應創造參與的演出 跨越地區不限規模 必應曾為華語樂壇留下許多的經典 包括李宗盛、林佑嘉、SH1、林俊傑、劉若英等歌手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還是五月天 必應創造的誕生其實跟五月天有些許的關聯 在2014年五月天演唱會製作人 綽號楊公的周又陽 從相信音樂的研製部門自立門戶 與產業鏈中的五家公司整合 包括技術工程公司、舞台設計公司 燈光、音響、視訊設備、租賃公司 催生了必應創造 2017年必應掛牌上櫃 2018年上市 被市場視為五月天的概念股 最新的消息是 必應獲得台北市政府的青睞 將承辦2021年的台北跨年 這也是十多年來台北最開心年成 第二度由非電視台得標 前一次是誰呢? 答案很簡單 還是必應 2019年的最後一天 首度由必應主導的台北跨年晚會 玩跨界、拼5G 締造史上最高轉播收視率 台北捷運當日涌破了320萬人次 同樣創下新高 而今年除了必不可少的大咖歌手 必應規劃讓市民一起參與創作內容 節目包括貼緊時事話題、社會氣氛、 堅守內容為王之外呢 商圈整合也是一大賣點 必應創造台北跨年總統求成英英表示 這是一個共融共好的概念 藉由台北跨年這個品牌去做資源媒合 協助企業將資源溢注在地方商圈的活動上 必應的企圖是跨年不再是曇花一線的狂歡派對 而是長時間大區域的全程性節慶活動 以高規格的商務整合台北行銷台北 而孵化原創IP是必應的另一個新戰場 必應表示曾經在台中台北推出的大型親子特展 八部的搞怪樂團 有機會授權至中國製作開源 而與九天民俗記憶團共創的實驗性作品 《莫世重生》 結合傳統廟會美學 創造4D虛擬的九天戰鼓及樂手 或文化部IP內容實驗室獎勵 搶攻市場 這群全台灣最會辦演唱會的高手 還會玩出什麼樣的新火花呢? 我們難以預測 好好的感受就對了 科技讓演唱會變得更加豐富 也讓粉絲們多了一份期待 華麗的視覺效果配合音樂表演 享受在多重感官的震撼體驗中 是不是也更想要讓你到現場參與呢?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能夠成為各位聽眾的幫助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我們的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